据台媒报道 民主党深陷黑道入党争议 5号党主席蔡英文和秘书长林希耀表示 将禁止网络自动查询系统 运用AI人工智能进行排黑资格查询及过滤 对此 不仅遭台立法机构国民党团总招费红泰笑眉程度 连民众党民代高红案都开酸 AI可以运用在扫地 但可能没办法单靠AI就像扫黑 我已经要求我们民秘书长 务必重新检讨入党及审查的制度 未来我们将建制新的资讯查核系统 与相关的判决记录 还有其他公开资讯的查核 针对入党申请 参选党职以及当选后的表现 定期的我们要做清查 获取我们的台黑条款 可以赶快建制一个查询的 透过网路查询 自动查询的系统 然后运用一些AI 就是人工智慧的协助 我们应该可以建制这个资讯系统 然后让这些查询的工作 可以在有效迅速的 有效迅速的来完成 明星要讲的话 实在是很没深度 上网去查现的只能查司法院 他有没有犯罪的前额 只能查这样子 至于他讲说黑道有没有去登记 活动那年纪 他会讲出这样的话 我觉得也真的是很没深度 有任何一个黑道会公告说 我的帮助是 是什么什么的人吗 可能吗 AI其实是可以去扫地 能不能扫黑 我觉得还是要看人 毕竟现在民进党 每一年党工职的部分 大概是4000位 入党的部分不超过1万 其实如果真的是想要去 对于民进党的包含 像是党员或党的基层 来做整个有没有黑道背景调查 那我想的 AI并不是一个最主要的首选 而反而应该是好好地来落实台黑条款 以及对于党内入党的资格的审查 才不会有所谓的动员 或者是有一些黑道的关系 还是能够进来 那我想很多人都滥用了AI的这个词 其实我想在这件事情上面呢 更需要做的也许是跟法院的判决系统 如何做自动化的医化的连结 或者是说在党员的资料的审格上 更加的谨慎 而不是直接用AI就可以万事通 会儿一样为对于党员的抗论 以沙lor的作业 以沙lor的相互 跟平均 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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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非